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天将会有更大的灾难 首先根据印度神童阿南德发出的视频来看 4月份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在4月4号 这天过后危机就会一直扩大 其次的时间点就是在13日 这一天全球会引发更大的灾难 据阿南德讲述 这天爆发的危机具体是瘟疫增长 能源危机爆发 饥荒等等各种问题出现 尤其是台湾 东南亚这几个地方一定要小心 其实在2021年6月份 阿南德就曾预言了这次的时间点 说到了2022年的4月份 就会有很大的灾难出现 警告人类一定要小心 接着2021年的9月份 又再一次提到这次的灾难 当时爆发出来 并没有人相信 许多人还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认为不可能会发生什么灾难 但实际上 这一切都是在按照阿南德所说正在发生 比如在之前的视频中 阿南德提到3月16日会有地震 极端天气的出现 没想到在3月16日那天 日本福岛外海果然就发生了灾难 发生了大规模的强地震 但是进入4月的首波大灾难 究竟是什么 网友们都在讨论 各执一词 有网友发文指出 印度神童表示 4月4日台湾会有大灾难 请问各位是什么大灾难呀 贴文一出 许多人笑说 灾难就是有很多人要准备收假了 心情很不好 想到明天要上班就好烦 昨天也就一个小地震 还不是被大放厥词 昨天高雄有地震 大概是说这个吧 大灾难就是我 还是一样穷 没错 他预言对了 我昨天睡过头 真棒 但也有许多网友指出 认为这波大灾就是瘟疫 根据资料显示 台湾本土确诊病例 每一天都是破百的 5号这天就暴增了216例 就是连台北市的副市长 黄珊珊也在网络上发表了担忧 接下来人数会更多 甚至达到日增千例的数字 可见这次的瘟疫来势汹汹 引起了许多人的恐慌 因此网友们担忧 这波瘟疫恐怕就是 神童口中的大灾难 其次是台湾有名的秘理大师 廖美然 他在节目上说 清明节结束之后 台湾会有许多的灾星出现 期限将长达4个月 而这位秘理师预言 这次可能会遭遇到地震 火灾 土石流等等大型灾难 具体来看 4月份正好是梅雨季节 他就直接点名台湾清明节过后 要注意梅雨季带来的水恶和灾祸 并说台湾从清明节过后 将连续4个月遭逢凶星 出现空王星月令 廖美然还指出 农历3月有三门星 土鳄星和空王星 农历4月又有太阴 结煞 勾角 扫把星与空王星 农历5月还要面对火鳄星 空王星导致时局不平静 此外廖美然说 农历4月时 中南部山区恐怕会有严重的地震 农历5月可能会遇到火灾 气暴电力不足的灾难与问题 最后是农历6月的耗损星 劫财星与空王星 农历6月投资会有明显的震荡 建议建好就收 2.对灾难、瘟疫应有的态度 其实两位预言家的预测 已经变成了现实 纵观如今瘟疫盛行 各个地方的感染人数都是在上升 没有停止的迹象 除了瘟疫的影响之外 又是极端天气的出现 比如相关媒体报道 位于南半球的阿根廷 多地就已经陆续出现 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天气 在此种情况下 极端高温天气导致当地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 当地约有70多万人用电受到了影响 对此专家表示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热浪 或将导致阿根廷多地产生持续高温的历史记录 最后还有战争的影响 无辜百姓受难等等 而我们面临这样的情况 到底该怎么办 其实净空法师早已经告诉我们应对的办法 其一 作为普通人的我们 要先把自己的心定下来 面对这些灾难 不要害怕 也不要恐惧 其二就是 如果瘟疫真的到了你家 没有事情不要出门 做好防疫工作 此外在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先把心静下来 因为清静心能够免疫 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其三 使在家可以听经书 念佛 断恶 修善 而这个方法 就是在治疗根本问题 因为大成教里面 佛常说 一切法从心响生 只要我们心里是清静 是善良 做好防疫的相关准备 就会很难感染上 其四是清静与慈悲 能够改变你的状态 如今本是春暖花开的日子 也应该是人们出去踏青的日子 可是瘟疫的来临 让许多人心静发生了变化 情绪也一下回到了冬日 其实这个时候就更要修心了 静随心转 面对灾难 我们不能有着恐惧 忧郁 害怕 不然焦虑的情绪会一直影响自己 其五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要养成清静心 慈悲心 多做运动 增强自己的免疫能力 做好相关消毒工作 这样病毒才不会侵入你的身体 其六就是 这个世间灾难再多 你不会染上 为什么 你没有造这个业 瘟疫也是冤业 你跟他不结这个愿 他不会找你 你跟这些众生结怨 他就会找到你 这是感应道交 丝毫不爽 四 所谓瘟疫流行 这是来报仇的 总之通过法师所讲 面临灾难的最好办法 就是认真念佛 锻炼身体 这样才能够远离病魔 其实 生活中 有很多病 都是我们自己下自己的 比如像癌症之类的 有人听到之后 就会觉得 自己的日子不远了 然后在后半生的人生中 每天都是怨天尤人 其实 这样对自己不好 人生在世 每一天都应该要认真过 不要让自己后悔 记得之前看过一个网友吐槽 他当时得了肺结核 因为没有生过什么大病 突然间被传染了 于是就被吓着了 每天都是恐慌度日 他因为这个病 工作辞了 身边的朋友也离开了他 后来治疗了一年之后 他这才恢复过来 而这一年 他的心变得十分的脆弱 一听到别人咳嗽 就开始疑神疑鬼 等完全好了之后 他又再一次感冒了 大约生病三周 一直没好 于是他就很害怕 以为自己复发了 于是他就去到医院进行复查 做了CT抽了血 网友说 那个时候因为等结果 又加上医生午休 等了四个小时左右 而网友去拿结果 给医生看时 却发现上面写着 还是肺结核 因为和之前 他的复查结果都不一样 他一下就紧张起来 网友一下心态不太好 就躲在医院角落哭了起来 并且医生还没有上班 他的心情就很糟糕 他在网上说 那两个小时 对他而言非常痛苦 以为又再一次复发了 这就意味着无法工作 又要连累家人 而当时他的家人 也正好感冒 网友细想之后 就觉得更害怕了 随着时间的来临 他颤颤巍巍走向了诊室 没想到医生告诉他是普通感冒 给他开了感冒药 后来网友回过头来想 是因为自己的心太过脆弱 才会如此 其实人生也是这样 往往都是先自己吓着自己 实际上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糕 如今面临瘟疫也是同样的道理 只要在家多修行 静心 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心强大起来 还有最近 日本江本胜博士在高雄做了一场演讲 讲他这十几年做的水实验 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水是矿物 他懂得人心 我们以善心对这个水 水的结晶非常漂亮 非常美 我们以不善的心对他 他的反应就很丑陋 你懂得这个道理 你就晓得 我们用亲近心 用善心 来对待我们身体里面这些生病的细胞 它就会转变好 它自然会变好 我们的心 如果是很不善 我们的好细胞 都会变成病毒的细胞 这个道理要懂 所以中国古老的中医说 一切病的病根 根源是什么 就两个字 一个是气 一个是火 病是什么 生气 上火 这是所有疾病的根源 如果你不生气 不上火 纵然得病 也两三天就好了 没事 所以不要害怕 不要着急 不要生气 不要怨天尤人 如果遇到灾难 我们诚心诚意 颤除业障 断恶修善 我们常讲 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什么病都没有了 这是很重要的方法 这种方法 我们常常讲给别人听 我们自己这样做 也是无畏不失 不可以吃众生肉 如果说 不吃众生肉 对自己身体健康有问题 我可以现身给诸位 做个好样子 我26岁学佛 就开始吃素 到今天已经吃了58年 我不生病 这就是好样子 放在此地 素食才真正的健康 何必要去吃众生肉 跟众生结冤仇 有人告诉我 但是这个话也不好讲 讲了什么 人家说你搞迷信 这人告诉我什么信息 就是瘟疫 这些瘟疫 是那些受害的众生 来报仇的 所以他就告诉我 他说你不会受感染 为什么 你跟众生没有结冤仇 我们早就采取素食 不吃众生肉了 而且常常放生 爱护众生 众生跟我们没有冤仇 所谓瘟疫流行 这是来报仇的 缺少慈悲心的人 应当要注意 他容易受感染 总而言之 无论是安南德的预言 还是命理师所说 这些并不是为了 引起人们的恐慌 而是要警告世人 如果要想过了这个难关 就需要有着慈悲心 清静心 不要害怕 只有心理坚信着 做好防疫工作 认真修行 难关就会过去 反之 如果还是什么都不听 什么都不做 瘟疫只会继续增长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了 请不吝啬